现在回到国内要来关心 就是老字号的家电厂 申保 申保现在代理了 日本的餐饮连锁品牌 然后请教副总竹笔 建军餐饮业的背后 它其实更大的目的 是要抢高龄的商机 对 我们知道 申保已经成立了88年 算是一家老店 它的家电是陪着我们长大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环境竞争非常的激烈 就是变化得很快 所以这些传统的大厂 他们也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来转型 像他们的总裁陈胜婷就说 申保未来就会慢慢走向 生活服务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说像 如果说高科技的话 其实他们已经落后别人很多了 你再去投入 其实也没有办法跟别人竞争 不如就运用别人的 这些高科技技术 来专注在提升服务上面 比如说2019年 其实他们就跟日方合作 就跨足了餐饮产业 就是说申保出资以议员 然后日方帮他们设计菜单 还有培训人员等等 那就开了第一家门市 但是没有多久就遇上疫情 营业额当然就直接砍半 不过虽然是餐饮门外汉 陈胜田并没有气馁 他说做事业哪有在灰心的 对不对 事业没有三五年 怎么会成功 所以看得出来江海是老的辣 那我们知道 其实他要跨入的另外一个领域 就是这个乐陵宅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蛮夯的 对不对 因为现在这个成人的子尿布 都已经超过婴儿的子尿布了 而且台湾明年就要进入超高龄社会 对所以这个老龄商机 特别受到这个竹木 大家很多投入这个养生村等等 那他的这个橘青春 就在这个新北市土城 在去年正式动工了 他大概有116间房 然后只租不卖 那预计可能后年会开始营运 那其实陈胜田就说 这个枫叶从绿色 要转到橘红色的时候 其实是最漂亮的 他希望说这些老人家营法族 其实也能够为自己活得精彩 那他说很多人都跟他一样 25岁以前都在念书 25岁到60岁都在拼命工作 照顾家庭 那什么时候才有真正为自己想 对不对 所以现在不想 将来就会那个 那再来的话 他这个入住的条件60岁以上 然后规划15坪到30坪的套房 那他们估月租金可能要6到10万 其实不便宜 他是供这个顶级的 那其实这个外面的人就觉得说 其实硬体并不是最重要 你要提供给这些顶级的高龄族 什么服务 对不对 才是他们真正在意的 那当然像一些什么生活秘书 然后合作这个私人的旅游行程 举办生日宴会等等 那当然回过头来 这个申宝座的是家电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个家电 发挥的淋漓尽致 那他们可能就要打造一些 这些热灵的家电 比如说遥控器 这个字就不能太小 对不对 要很大 然后操作功能不要太复杂 那或者说洗衣机 你就不需要弯腰 就可以操作 就是都是适合高龄者来使用的 对 所以说这个高龄化的商机也是会受到大家的瞩目 好 其实除了申保之外 现在很多比较老字号的公司都开始要转型了 像是这个白鸡 白肉鸡的这个大厂 蒲丰 蒲丰他从肉品做到电商 然后再来抢供素食的市场 那么这些一连串的转型都是为了要求生存 对 像这个蒲丰公告 这个去年营收已经292亿元了 其实连五年营收创新高 那其实国人吃鸡肉其实也是越吃越多 近十年来已经从平均每年吃32公斤 增加到40公斤了 那现在我们一年平均要吃355颗蛋 是不是相当于一点就吃掉一颗蛋了 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 台湾普丰并不是本土企业 它是泰国跟台湾混血 它的母公司就是泰国的这个政大集团 非常有名大家都知道 那这个董作呢 郑吴岳现在已经88岁了 对 那它是公司最大的 这个个人的股东 那他就说呢 其实他投资哦 从来没有失败过 发下豪雨 对不对 他说呢 除了他经验老到之外 当然很多是借重这个海外的资源 比如说呢 像这个台湾 我们知道 像如果我们去吃炸鸡 我都说可以给我鸡腿肉的部位 对不对 台湾人喜欢吃鸡腿 但其实很多欧美人 他们喜欢吃的是鸡胸肉 对 因为我们会觉得鸡胸肉好像有点柴 柴 对 但是呢 他就发现哦 这个泰国母公司哦 出口了很多这个鸡胸肉到日本哦 为什么呢 他们就发现说 原来是这个日本的女性 他们为了这个追求健康 他们都把这个高蛋白 但是低脂的这个鸡胸肉 当成这个减肥的盛品 所以就跟泰国订了很多的这个鸡胸肉 所以呢 这个捕风发现了这个伤鸡 他就马上也如法炮制 那他推出了这个即食鸡胸肉 那一个月就卖出了超过12万片的好成鸡 那后来当然又增加一些选择性 那营业也随之上涨 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郑伍岳在早年 刚接下这个浦丰集团的时候 这个浦丰的骨架带走各位数 因为当时呢 他这个饲料就占了7成 超过7成 那但是呢 他就把这个超过7成 然后他就因此呢 把这个 他就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到现在呢 浦丰都还是追寻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没有投入 你就没有未来 所以包括像他去年就投入了21在扩产 从这个饲料 然后养殖 分切 然后通入电商 通通都一条龙 那我们知道这个从头做到尾的好处 其实就是说你的成本会降低 利润会更高 那其实在浦丰里面也有这个一个说法就是 如果你是做饲料的话 你就是高中班 然后如果你做这个养鸡 你就是这个大学班 大学 对 然后肉品加工呢 你就是硕士班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越贴近消费者 挑战就越大 因为你要随时迎合这个市场的口味变化 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 这个即食鸡胸肉 或者说这个蛋类加工产品 欧姆蛋 玉子烧等等 所以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这个进步 那当然呢 现在企业要转型对不对 那做鸡肉它变成要做什么肉 做植物肉 那当然就是因为台湾素食的人口很多 然后搭上植物肉的话题 其实不只是捕蜂 包括这个大臣 他也在这个积极的研发当中 那其实我们知道台湾吃素的人很多嘛 吃素三百多万人都吃素 对 那植物肉原本就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那台湾也做了很多的研究 那目前呢 这个树肉主要的来源是大豆嘛 那大豆我们知道也是捕蜂很熟悉的 这个大宗的物资品项 那所以说呢 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研发这个植物肉 那所以看得出来这些传统的大厂 其实这个经营者都还站在第一线 然后很拼很努力 好 今天是4月1号愚人节 其实很多的店家 我们要请副总主币带我们看 他们都推出一些限定恶搞的商品 而且据说买得很好 对 有没有觉得到了4月1号愚人节 有一种处处是危机 处处是陷阱的感觉 那我们知道像这个必胜客 最近推出了这个超阿贵披萨 你知道吗 超阿贵披萨 对 其实他推出了一连串 那个很特别的 像之前有那个蜜蜜蜜 还有臭豆腐披萨 对 还有巨人的禁忌 猪血糕披萨 对 有香菜有凤爪 但是我网络都说 连意大利人都要打过来了 对不对 那今年呢 他们又更胜一丑了 他们推出了辣个圈圈 知心蛇圈圈 有没有 这个只有披萨外面那一圈 只有外面那一圈而已 对 没有别的 没有料 然后还有真的有做了一个舌头 然后甚至他们的店员都发文碳 这个公司真的是无极限 真的 对 真的非常的厉害 那再来我们也看到一个这个 从小吃到大的红叶蛋糕 大家一看到这个蛋糕 第一个想到什么 这蛋糕还没做完 如果你收到可能会退货 对 但是呢 这个红叶表示说 今年除了满满的鲜奶油之外 就没有其他装饰品了 就是要让你猜不出来 里面可能是什么口味 真的非常的特别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也蛮猛的 它叫做珍珠白的饮料 珍珠白 但是它就只有珍珠 看起来这真的是开水嘛 对 它就只有冰块跟糖 跟开水跟珍珠 所以它叫做珍珠白 所以非常的特别 那另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蒸鲜寿司 它也要推出这个白饭盲盒 盲盒 对 就是它看起来都是白饭 对不对 对 它看不出来 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 但是它翻过来 原来它没有 其实里面料还蛮丰富的 对 它料都在下面 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你会吃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所以就推出一个盲盒 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最难喝的纳提 对 这个不知道 大家会不会有兴趣点 它说它推出时尚 最难喝的鲜奶茶 就是你没有办法选择 到底里面装什么东西 就是盲盒 就是不知道会喝到什么东西 我觉得它们真的 都非常的有创意 然后包括有一些什么 还有这个打翻饮料仿真模型 这看起来真的整个饮料 都颇早在键盘上 也感觉很难清理 对 如果你看到这个 你的桌子上出现这个东西 真的会吓一跳 我记得以前念书的时候 还很流行